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山大学的蒋乐伦 非常荣幸能够来到2023年腾讯科学V大会的现场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和科幻电影二号者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四部机器人科幻电影 与我们智能液态金属机器人的故事 今年的9月份 钢铁侠埃隆马斯克领导的特斯拉公司 发布了一款人型机器人 Otimos 中文叫前天柱 前天柱是当间最先见的人型机器人之一 它具有与人类似的身体结构与运动方式 它可以正常的行走 跑步 甚至做瑜伽动作等 但是这种人型机器人是由很多的连部件组成的 结构比较复杂 形态是固定的 无法试验一些特殊的工作场景 比如说面临剪辑救灾 需要穿越狭窄空间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有一种随意变换形态的机器人呢 这是由詹姆斯·卡梅隆指导的终结者二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反派角色液态金属机器人T1000 它可以轻松地固态液态之间切换 随意地变换身体形态 刚楼病剂 铁蟑螂 天花板对它来讲都不是阻碍 它并行越狱的画面成为电影的经典场景之一 电影中液态金属机器人所展现出的超能力 在今天依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现实的世界中 研制出这样的液态金属机器人呢 制作这样的机器人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材料 如何破除形态壁垒 实现机器人的固态与液态之间的快速切换 如何实现机器人的主动变形 如何控制机器人的运动方式 我想这些问题是非常有意思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同时对于我们来说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因此呢围绕这几点我们的研究团队开展了系列的探索 T1000液态金属机器人是由液态金属打造而成 而液态金属是指某些龙点在室温上下 通常以液态形式存在的金属或金属合金 它兼具了液态的流动线和金属的导电线 其中水盐是我们最早的液态金属之一 司马迁在《史记前史湾本记》中记载 前连以水盐为百川江河大海 机箱旺输 水盐是作为前史黄连的装饰和防腐 同时也可以用于防盗 但是水盐它的饱和蒸汽压是比较低的 易挥发是有毒的 不太适合作为我们的液态金属机器人的材料 于是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了嫁机的液态金属 它们无毒或者是毒性是极其低的 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架机液态金属包括架 供金架烟合金 架烟锡合金等等 它的浓点比较低 在室温上下也具有非常高的导电线能 导电率接近于我们的纯铁 同时它也有兼具水一样的流动特性 是有望实现液态金属机器人的一种理想的材料 但是在室温下架机液态金属或者呈固态或者是呈液态 只有一种状态 而且无法实现主动的变形和可控的运动 非常有趣的是 在福克斯科幻电眼的X站检系列中 也有一个超级大反派 叫做万磁王 它能够操控磁性物体 并行 比如掰弯干筋和铁门 它也能够操控磁性物体 运动 使大量的金属物体漂浮在空中 攻击敌方 这是因为它能够操控任何形式的磁场 我们看不见磁场 但是它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 我们脚下的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体 它可以产生大概0.5高似的弱磁场 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磁达发明之一 指南针就是通过地球磁场来进行工作 利用的就是地球磁场与指南针之间 同级相似 一级相吸的原理 指南针的发明 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交流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利用磁场来控制机器人的 变形与运动呢 答案是肯定的 磁场操控磁线物体是通过磁力或磁力距的显示来实现的 跟其他操控方式相比 磁场操控具有显著的优势 远程操控快速响咽 对于人来说是安全与透明的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也尝试了磁场操控物体 比方说通过磁控变形 我们成功地让我们的折子化 静态的折子化动起来 活起来 成为一副真正的动画 通过磁控的运动 我们控制反生的乌龟 按照既定的轨迹和运动模式进行爬行 这些研究工作都为我们的液态金属机器人的 主动变形和可控运动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于是我们联合卡内基米罗大学和浙江大学 将液态基础技术和磁控技术高效的集成 研制了磁控固液相变的液态金属机器人 我们也成功地复制了 T1000液态金属机器人越狱的经典场景 我们可以从视频中看到 固态机器人在牢笼里面进行磁控运动 在高频磁场加热下液化 液化后的机器人在T度磁场作用下穿越牢笼 进入一个微型的模具 冷却后固化 重塑自身恢复本体 这个机器人是由我们自主研制的 磁控固液相变材料自备而成 该材料是将表面修饰的磁线微纳米颗粒 和我们的架机液态金属 充分混合自备而成 制备工艺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也成功地制备了两种磁控固液相变材料 它们的龙点分别为30摄度和46摄度 略高于室温 因此呢 机器人在室温时保持的是固态 它们最大的磁能机可以达到4.3兆高2 和我们的扬声器中的铁扬体 磁线是相当的 我们提出的磁控固液相变材料最先的概念 也被维基百科所收录 那么机器人是如何破除弦态的壁垒 实现固态与液态之间快速地相变切换的呢 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在固态转变为液态方面 我们采用的是电池感应加热的方式 即高频的磁场 在机器人内部会产生涡流 利用电流的热效液 加热融化固态机器人 转变为液态机器人 而在液态转变为固态方面 我们采用的是热电制冷或自然冷却的方式 将液态的机器人冷却为固态机器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埃菲尔铁塔 它由固态转变为液态 再由液态恢复为固态的一个整个过程 时间非常短 一分钟时间 小于一分钟时间 充分展示了机器人的快速 可逆的固态下面特现 固态下 机器人展现出了很高的机械强度 弹线膜量可以达到1.98G帕 简单地说 机器人可以承受超过自身 一万倍的重量 而不发生断裂 在液态下 又非常非常的柔软 可以像水一样流动 随意地变形 机器人 固意切换 前后 干度的变化 可以达到两万九千倍 远远超越了传统智能响应的 变干度材料的性能 固态机器人还具有非常优异的运动能力 他们可以循着寄电的运动轨迹 快速而坚确地移动 最大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500体长每秒 超越了我们陆地上短跑高手 猎豹的单位体长运动速度 最大跳跃高度可以达到20倍体长 旋转速度可以达到1500转每分钟 展现出了移动 跳跃 方转 旋转 等多种的运动模式 液态的机器人又像水一样 具有极高的变形能力 可以实现大幅度的变形 变形长官比可以达到15比1 变形后的机器人 可以穿越比头发师还细的缝隙 非常有趣的是 它可以像贪吃蛇一样 吞吃其他机器人 不断地变大 它也可以像细胞一样进行分裂 不断地变小 它又可以像小草一样 生长成翅状 随着磁场跳舞摇摆 自然界中蚂蚁很弱小 但是它们可以通过协作 来合力搬运种物 也可以通过协作的方式 合体搭进桥梁 横跨沟壳 那么我们的机器人 也可以实现集群的协同 共同完成任务 单个机器人 无法推动的重物 通过六个机器人 可以轻松地将它移走 此外 六个机器人 在旋转的磁场作用下 它可以有序置砖成练 液化后融合在一起 固化后 合体成为一个新的机器人 机器人独有的固液下面特性 让它拥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应用 目前我们在电子电路修复 连部件组装和精准医学 等三个方面 进行了一些概念性的验证 在电子电路修复方面 两个固态的机器人 可以输运电子源器件 到达焊盘的位置 液化后焊接电子源器件 导通电路 从而实现电路的修复 这个应用案例充分展示了 机器人的导电线 和它的一个集群协同的一个能力 在工业上 连部件的装配通常采用螺丝钉来固定的 但是在一些难以处及的封闭空间 是很难进行操作的 这时候我们的固态机器人 可以快速移动到螺丝孔的位置 液化后进入螺丝孔 可以变身为一颗万能的螺丝钉 完美试验 不同形状 不同尺寸 的螺丝孔 固化后 一刻 机器人螺丁可以承受 十公间的重物 进一步的 利用固业相变特性 机器人可以变身为 任何的零部件 我们的机器人 还可以应用在医学领域 小朋友如果误吞异物 可能会造成肠胃损伤 甚至威胁生命 机器人可以快速移动到 异物的位置 液化后包裹住异物 固化后裹挟异物 并在池上操控下将义物取出 此外 机器人还可以作为给药胶囊 智能的一种给药胶囊 它内部可以装载药物 磁控运动到变变的位置 这时候可以液化 释放机器人内部的药物 实现把项的精准给药 或者治疗 那么未来 我们的磁控固业相变 液台金属机器人 还有哪些可能性呢 早在1966年 上映了一部科幻电影 神曲旅程 它描述的是 五眠医生被缩小到几百万分之一 注射到变能的体内 进行血管手术的一个故事 这部演编也打开了我们 对于威蜡机器人 在医学领域的一个想象空间 当前 心血管疾变是人类的第一杀手 中国现有的心血管疾变 人数约为3.3亿 因此心血管疾变的精准治疗 是十分必要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 将我们的智能液台金属机器人 缩小到微纳米尺度 同时开发一套磁控导含系统 将微纳机器人注射到血管里面 磁控导含到变变的位置 实现精准的示范药物来进行治疗 或者它可以转化为手术机器人 进行血管肿瘤的切除 或者血栓的清除 从而降低手术风险 进行病人的痛苦 又在2014年 上映了一部超级英雄科幻剧 超能陆战队 我们可以从眼片中看到 成千上万的危险机器人集群 可以在人的意识操控下 实现任意形状的组装和变形 非常有趣 我们的液态金属机器人 也具有这样的潜力 设想未来 我们可以基于液态金属机器人 实现自下而上的集群智障 液态金属材料 可以在磁场作用下 并形成不同的微单元 微单元可以相变成形为 不同的连部件 进一步地像热膏一样 自我组装成机器人 并在磁场操控下 并行与运动 因此 采用不同集群智能组装策略 可以制造不同功能的机器人 这就是科幻电影 与我们智能液态金属机器人的故事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科幻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